老爸您好,感谢您使用ManySafe 那本期视频的话是主要是教您如何去设置常用的一些折扣选项 那进入软件之后呢,我们正常的话进入后台 然后在倒数第三行有个折扣 点进来的话就可以看到它里面本身有的一些折扣选项 那如果说需要删除某一个,那我们可以点击红色的这个删除 然后点击删除,那么它就没有了 需要额外创建呢,点击下面这个新件 然后在这个名称里面输入我们需要输入的名称 这个名称的话是会在正常打在我们的receipt上面的 那比如说是30%的discount 那我们这边写一下 嗯,然后这边的话写,去写一下那个折扣的数目 那写30%,那这边的话就选择百分比 那当然也可以去设置金额的折扣 设置好了之后的话点保存 然后这边的话那我再设置一个金额的吧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去写一下折扣的金额 啊,然后点击保存 嗯,设置完成之后 点右上角红色的叉退出 啊,关闭 然后点击底下的返回 然后最好再手动刷新一下 那这时候的话我们去到软件的 只要有折扣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这边我们刚刚创建的折扣 就快速的一个选项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然后感谢您的观看 嗯,再见 嗯,再见